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我是宝剧移民的哈娜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 移民的时候许多人都会对当地的民生福利特别关注 尤其新加坡人人有屋住 每个国民都拥有面积大 楼价便宜的组屋 这是许多国家人民羡慕的梦想 新加坡在国民房屋政策 医疗以及退休福利各方面 都令到世界各国非常佩服 为什么新加坡政府可以在这方面做得如此优秀呢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新加坡民生福利的制度吧 其实新加坡的购房、医疗以及退休养老的福利 都是由一个叫做CPF 中央公积金的系统来筹备的 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 其实早在1955年的时候设立 当时新加坡还是英国殖民地 不过当时主要是为了退休 以及失去工作能力的人 提供财务上面的保障 1965年新加坡独立之后 新加坡政府就继续沿用这个制度模式 经过了50几年的演变以及发展 这个公积金制度已经成为了新加坡一个为全民提供 储蓄、医疗、养老的社会保险制度 涵盖范围、小制、子女教育、大致买楼置业或是重大的医疗开支都包括在内 在新加坡无论你是收雇人士、自雇人士或是永走居民 都必须参加中央公积金系统 中央公积金是划分为三个不同账户的 而每个账户都会有政府担保的最低保证收益 分别是普通账户年利息最高可达3.5% 特别账户以及医疗账户年利息最高可达5% 那么这几个账户其实有什么不同又分别有哪些功能呢 普通账户可以用来买楼、投资、交保费以及子女教育费 特别账户就主要用于退休金、重大突发事故 以及投资在跟退休金有关的金融产品 而预料账户就是用来帮自己以及直系亲属缴交医疗或是住院费用 又或者可以用来买经过核准的医疗保险费用 除了这三个账户之外 成员到了55岁生日当天 CPF就会帮你另外设立另外一个退休专门账户 在普通账户以及特别账户里的存款 都会自动转过去这个户口 而这个账户年利息还会提升到6% 另外成员只要到了55岁 还可以选择申请提领CPF里的存款 只要保留政府在该年度所规定的退休金准备额 在这个退休账户里 其他的存款就可以提领出来了 而且保留在户口里的存款 也都可以继续赚取6%的年利息 到了65岁之后 你就可以随时启动退休账户里的入息功能了 而每月入息的金额就取决于成员开始领取入息的当下 户口里面还有多少存款 最长还可以贪分20年来领取 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新加坡国民太幸福了呢 不过要享受福利的同时 国民也要有相对的付出 原来新加坡CPF在薪资的提拨率 可以说是全球最高的国家 50岁以下的雇员需要提拨工资的20%做CPF公款 而雇主都要支付17% 总额就是37% 而其中23%会拨到普通账户 6%会拨到特别户口 而其他的8%都会拨入医疗账户 过了50岁之后 薪资的提拨率就会开始逐步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 拨入的三个账户的比例也会随着年龄而调整的 总结来说中央公基金制度的确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保障系统 人民在各方面都可以做到自给自足 同时又不会令政府有庞大的财政负担 对人民跟政府都是照顾的无微不至 难怪新加坡可以在如此短时间内 由一个发展中国家迅速转变成为一个经济富裕的发达国家 它更是亚洲最重要的金融及贸易中心之一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有任何跟新加坡移民相关的问题都欢迎与我们预约咨询 保居民用心为您找到最合适的资产配置方式 以及最影响的居住环境 帮您实现人生发展传承家族财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